我發現大家都直接放上來了 表示我們人硬體也要很大的進步空間 好,開始囉,麥克風給你喔 好,1,2,3,D 好,大家好,我是Johnson 那我接下來講的這個內容呢,是 佩基東哪邊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要來講一題為什麼 輔導Game Jam不得不跟Coast Cup打對台 好,那這個要講到真的是很抱歉,因為 本來 我們有收到很多人在報名的時候就有反應說 為什麼這次的輔導Game Jam跟Coast Cup撞在一起 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Coast Cup是一千多人的活動 我們只有三四十個人,那沒有辦法比 可是我們還收到很多這樣的訊息,讓我們覺得很抱歉 所以今天就要來解釋說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在解釋這個東西之前呢,大家看到 其實我身上是有兩個牌子的 那這邊我也代表這兩個單位 所以我個人是多重身份的人 多重身份,我不是來解釋我的身份 我只是想跟大家講,表示說 這個有很多身份是很正常的 就像大家在這個圈圈DC XXDC,圈圈Conf,XXConf都會出現 一直是一樣的 好,那 所以我現在要解釋,只有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IGDA台灣這個I 是International的I 那IGD Share這個 獨立的開發者分享會的I 是Independent的I 好,那 GDA就都是Game Developers 那 輔導Game Jam他是 IGDA日本 在2011年第一次開辦 然後我們台灣去年跟他相應 已經有兩個北高的 就是分別在北高的兩個 各有一個會場 那今年甚至還有哥倫比亞跟自己來參加 所以已經變成一個全球性的活動 那 但是呢 我們真的是有去協調過 本來是 就是 就在今年3月的Game Developer Conference的時候 他們的主辦單位 有私下跟我們聯繫過 就是說 你們是不是聽說台灣在8月3號4號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活動啊 你們說 對呀,對呀,很大的活動 我千萬COSTAL不能跟他撞啊 撞我們就完了 結果就還是撞啊 那 因為沒辦法 因為他們也要跟他們 日本政府的那個場地 就是南下馬斯要協調這個場地 那 他們 政府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還是悲劇啊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有人放棄了Coast Cup去FGJ 但是呢 有比較多人放棄FGJ來Coast Cup 這時候就很害怕啊 因為我們尖峰時刻報名的總人數 其實有四十幾個人 但是就推到前天為止剩下32個人 我們泡泡位置推下去就沒有人了 就還好我們32個人還繼續辦 所以就讓大家 熱騰騰的照片讓大家看一下 昨天台北會場的現況 這是在製作會204教室 然後 那個畫面上其實 我們那邊接的電視畫面上其實是直接接日本那邊來的轉播 是日本那邊在開場 然後我們討論情況 然後討論的情況 這邊是 這畫面上可能今天也看不太清楚了 那日本人很奇怪 他們就 在畫面這個會場連線的時候 他們就在畫面上面挑那個牽手觀音舞 然後 我們的主持人就非常的努力 叫大家起來跳回去 結果我們跳失敗了 我們也有失誤 然後 這個 討論的情況 工作女生最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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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 這個梗就很多啦 大家仔細看一下 那個 不只是 上台 報告的人有梗 這個電腦也很有梗 大家仔細看 電腦上面其實有三個很小的圖案 其中兩個是遊戲相關的 其中一個是 最近時事相關的 OK好 那 我昨天去凱盜回來之後 就順道去 晚上去他們那邊探望一下 那他們就拍了這張圖 OK 有V怪客 還有 COS 宏大姐的 我會打擊 好 那沒關係 大家這次沒有機會參與到我們福島的Game Jam 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 Indie Speed Run台北會場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Indie Speed Run 是一個 在9月7號到8號 我們會在台北舉辦的一個 另外一場Game Jam 那這個Game Jam 本來它本來是一個國外的 線上Game Jam 那這個線上Game Jam 他們看到我們 台灣在過去幾次辦實體Game Jam 這個效果還不錯 所以就 請我們來在台灣做一個響應 總共有4千元獎金 那這個獎金呢 就要專業評審來拚 那專業評審哪些呢 中央級的評審 中央級 中央級 重量非常重 重 重 按不下去 好 就是非常中央級的評審 好 那就 想要報名的人 馬上掃 掃 我還有多少 他有幾秒 25 那你們還有15秒可以掃 要不然機箱的ISR ISR2013TP 你去Rejectile找就會有 好 掃完了是不是 好 好 那有問題的話 請到這些網址來找我們 我們在Facebook Hulu Plus Twitter Plug上都有這個句點 就這樣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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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